就在中美貿易戰火拼的時候 中原集團就反如一個外廠美國的計劃 就是以私募基金的形式成立投資信託基金 投資在美國的學生宿舍 暫時已經入手了超過兩個宿舍項目 還說有項目的租金回報有六里 中原就會負責管理和將物業升值 我們都周圍去看過一輪 歐洲又有美國又有澳洲又有很多地方都看過 我們就發現有一類型的物業 對想有穩定收入風險相對低 相對分散的人是有一定的效用 就是叫做學生公寓 我自己覺得它會相對穩定 因為即使是比較發達的地區 政府在教育的頭日 大部份時間都是有真無簡 我們預期政府不會一下子把學生切斷 家長也不會因為經濟變動 就不送子女去讀書 所以我們認為那個客源 即租客會相對穩定 我們現在的做法 不是找學生公寓做代理 介紹人們逐個公寓賣 因為這樣管理效益是不好的 我們是幫他找一些專業的專造學生宿社的公司 會負責管理維修 提升客戶的體現 滿意度 設備很齊全 服務很周到的 他買完之後 我們會增加價值去令他升值 有個例子 我們買下來之後 其實他下一年預租 租金已經加了7% 因為比較容易計算 即大學有多少學生 他預計學生是多少 學校提供多少屬位 附近地有多少 現在準備會起學生宿舍 其實都很容易可以檢查這些數據 我曾經營業 我曾經營業 做電腦 每天來新造一個 每天好 以上 优优文